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我是酸女孩团队的创办人洋葱妈妈 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饮食加工越少吃得越好 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过完年了 然后我们过年都吃了好多的东西 可是我们过完年就要怎么样 用科学的方法很聪明的 让自己清肠胃很快速的 让自己的生活状态恢复到一个平衡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张志刚老师 厨艺科学家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几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过年大鱼大肉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调整饮食 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用几个步骤 让大家肠胃开始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代谢 第二个部分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少酱料的过程之中 我们如何去做两道的料理 大家能够快速的让自己的肠胃 不会吃进去这么多负担的东西 而这两道料理在料理上面 或者是调酱的部分 有什么样的方法 第三个重点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过完年之后 其实也可能要立刻上班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哪里运动 我们有没有可以在家里 做简单的几个动作的运动 然后现在很流行的 超原地慢跑的这件事情 在家里如果运动的话 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 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嗨 杨康妈妈好 各位大家好 老师现在过完年之后 过年期间我们就是大鱼大肉 吃了很多 每一天老师说 三餐除了很正常之外 就是再加上什么下午茶 点心啊 零食饼干 到晚上的时候 还有宵夜 对不对 那难免家人在还会喝点酒 所以你整个肠胃就怎么样 塞了一堆东西 是 饱和老师 那老师说 过年时间 大家应该也就是 到处拜年的状况之下 也没时间运动 嗯哼 所以就是肠胃上面 其实会很不舒服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胖很多 那想问老师 如果这样子 我们要开始上班了 要让自己的肠胃比较舒服 有哪几个重点 是比较符合科学逻辑的 只要照这几个重点做的话 其实你就会 恢复的状况还不错 基本上如果这种 吃的来讲的话 你可以多吃些新鲜的 有酵素的东西 让酵素来帮助你 解掉这种油腻 或解掉身体的一些 废弃物 那当然也可以靠运动 你刚才有提到 原地超慢跑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原地超慢跑 要小心一点 安全很重要 那老师我们先提一下 你刚刚讲这个酵素啊 局域来讲 就是它是从我们的蔬菜里面 或水果里面去取的 如果这个酵素 我们要能够进入正确 肠胃运作的话 要什么特别注意吗 比如说在摄取酵素的时间点 或者是你是从哪些食材来的 或者是什么时间吃比较适合 OK 我来解释一下 你有没有发觉 吃完饭以后 吃水果容易打嗝 对 这是为什么你知道 我们身上有很多淀粉啊 蛋白质啊 油都在胃里的时候 你吃的水果里面有酵素 这个酵素在里面 等于促进发酵而已 所以容易打酸嗝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吃水果 是不是可以考虑 在两顿饭中间吃 或者是空度的时候吃 早上起床空度的时候吃 让酵素有机会大量的酵素 尤其是说变成果汁 或者你嘴巴把它搅成稀稀的以后呢 你的胃发觉里面 已经不是固体状的食物 它的油门会打开 它就会灌到肠子里面去 直接进入肠胃的部分 这个时候对我们才有帮助 如果说你让你的酵素 在你的胃里面太久的话 它被这个胃的强酸控制住的时候 撕掉活性 这个酵素就没有作用 这样讲起来 其实你酵素 不论是你从蔬果 或者是果汁里面摄取到的 其实感觉上是你在饭后 已经很饱足 这种状况之下 这酵素没有什么功能了 没错 那就吃错了 那就吃错了 好那感觉上 就是说我们饭后吃点水果啊 老实说那个水果酵素 也没有办法跑到肠胃去了 对 而且还造成你打酸隔 更糟糕 好所以就建议大家 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 空腹的状况之下 你可能有摄取一些酵素 不论是果汁水果 或蔬果类的东西 这样子比它能够发挥 它真正的特性 好所以有点稍微 清肠胃这样的功能 就是酵素摄取的时间 或者蔬果吃的时间 尽量空腹 或者是餐与餐之间 其实你的肚子里面 胃里面没有太多的食物 没有错 对好OK 那老师还有什么方法 要特别去注意 比如说在饭前 我们有没有可能 喝什么东西 让整个状况会更好 我觉得是 我们的胃口都太好了 闻到香味的时候 胃口更好 看到家人过年的时候 说不定打个麻将 赢了钱 胃口就大开了 心情好 胃口就好 这个时候我要破坏我的胃口 喝一口浓茶 浓茶喝下去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不要叫喝滚烫的浓茶 要喝这个稍微温的 或者凉的浓茶 都可以 失去胃口 你知道为什么喝 温度不能太高 你知道电影明星 或者歌星 他们唱歌的时候 为了饱嗓子 他不会去喝太热的水 太热的水会造成 你喉咙的地方受伤 喉咙受伤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做 快速手枕一样 超过多少温度的时候 就等于杀青一样 让你的喉咙变杀青了 喉咙杀青的话 就是喉咙里面的 原来是活的组织 等于有点受伤了 就是不好就对了 所以最好是用浓茶 要温度低一点的 不要让你喉咙受伤 就是避免 你想要去吃 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这么讲 降低你的食欲 降低你的食欲 就是在饭前 先喝个浓茶 可以降低食欲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 像这个时候 因为你过年 已经大鱼大肉 其实你已经吃了 很多的食物 我们在摄取 年后三餐的话 建议就是蔬菜类 要多摄取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进入春季 对 那蔬菜类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吃 先讲一下 多酥少甜果 我觉得我们的 甜的水果吃太多了 过年不管什么水果 都买高档的水果太甜 要少吃 我觉得家庭主书 可以先准备好很多 大番茄这些东西 或者芹菜 或者Cucumber 就是黄瓜 小黄瓜 对对对 到时候都可以沾着 酸奶油来吃 但是记得 不要占美乃滋 优格也可以 美乃滋里面的油 非常非常多 吃的反正 造成你的负担很重 酸奶油味道很好 它发酵过的味道非常好 优格也还可以 这样子 所以这样听下来 就是蔬菜类的话 建议大番茄 芹菜类 芹菜梗这种 都可以多吃 因为它的纤维脂 其实含量蛮多的 然后老师 那如果在这样的饮食上面 吃的时间点上面 是不是 因为现在大家 蛮多的成人在 执行的方式 就是168饮食 你觉得这个方法 是不是在年后执行上面 也蛮好的 那小孩应该不适合吧 对 年轻小孩在长的时候 不适合 除了他过胖 执行几天应该还可以 如果168就等于说 我16个小时没吃东西 然后8个小时 8个小时有吃 也不是大吃就对了 正常吃 但你这样的量 就减少掉三分之一了 基本上等于减少三分之一 就换言之 一天三餐 大概只剩两餐 剩两餐 对不对 OK 如果你再狠一点 你可能改成一餐都可以 等于就进食 好OK 所以老师其实分享的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酵素要正确的摄取 然后另外一个 就最好是早上空腹 第二个方法 就是在你在餐前的时候 你会先农场 让自己降低 想吃的欲望 第三个部分 就是在饮食的过程之中 你要摄取的蔬菜量 要比较多 比如说春季之后 大番茄啊 芹菜梗的部分 都非常多 可以少酱料 那你可以选择 用一些优格酱 或者是酸奶的部分 这个是所谓 去油脂的概念 第四个就是 如果在饮食的方法 就建议大家 可以适当的使用 168的方法 那就是建议 以大人为主 那小朋友比较不适合 因为他还在成长的过程 那168的话 就是你在可以吃的时间 的8小时呢 也并表示你一直吃 就是建议 大概两餐左右 然后正确的摄取营养 没有错 还有一个 盐分少吃一点 我觉得过完年了 你身上盐分 已经太多了 尽量不要吃太咸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吃的太咸 前面吃咸 后面再蘸酱油 就一直在吃咸的 如果你第一口可以忍住 后面就忍住的话 你的盐巴少一点 你身体就不会像高血压的人 高血压身上太多盐的时候 为了保水性 身上的水会流得多 这个血压也会高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刚才讲说 是吃酵素 对 我有一个朋友 她太太是得了炎症 医生说要吃大量的酵素 那可是大量的酵素 吃生菜 有时候会吃到虫卵 跟虫在里面 他怎么办呢 他把叶菜 绿色越绿得越好 他到滚水去稍微汆烫一下 叶子部分几乎都快烫熟了 几秒钟而已 梗子部分 表面的脏东西烫掉了 当然没有到百分之百 大概是百分之九十 可能就长得干净 然后把这些呢 去用果汁去打 打成汁 然后喝 吃大量的蔬菜的酵素 这种有活性的酵素 吞到肚子里 快速在空胃的时候吃下去 跑到肠子里 对身体就非常好 好 那我们现在 刚刚老师这边有提到说 其实在我们在用餐的时候 建议以蔬菜为主 那老师有没有办法 帮我们设计一两道 整个在料理上面非常简单 沾酱也不复杂的方法 又可以符合当季春季 食材的可能性 好的 我们可以用白萝卜 去了皮以后切条 你可以加一点浅制醋 直接做 那也可以把它蒸熟了 凉拌以后再来加 因为呢 如果说你是凉拌的话 前面要用盐水 去脱一下它的苦水 还有一点色味要把它脱掉 那你烫过就没问题 所以你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所以方法其实蛮简单 因为刚好过完年之后 白萝卜也是季节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你要留下皮也可以 如果你可以去选那种 像萝卜 还有一个白玉的品种 它就是可以把皮留下 那要记得 就是你去买这些食材 一定要询问老板 它是不是一个无农药 或者是有散摘种的 好 那如果它是有农药的话 尽量皮就是去掉了 那如果它是有散摘种的话 是无农药的话 你就可以把皮留下 一样是把它切丝的方法 再加上盐巴 去做杀青的动作 或者是老师刚讲的 直接用蒸 蒸完之后再加 用煮比较好 对煮 用煮会把它切掉 水煮的部分 最后再加浅吃醋 它就是作为一个 凉拌的概念 对 那老师有没有其他方法 就如果今天 还是想带一点 蛋白质的料理 有啊 你可以用洋葱垫在下面 上面放点豆腐 OK 这样你加什么都可以 加任何酱料就可以 这是自己倒菜的 对不对 但是有的人说 那我想吃点肉类 豆腐可不可以换成鱼 可以 你如果去超市买很多 那个鱼片 薄一点的鱼片 打开以后 不用解冻 直接放在这个洋葱上面 就好了 上面一点点盐巴就可以了 或者你要撒酱料也可以 上面盖一个盘子 进到微波炉片 打个大概五分钟左右 跟大家提醒 一定要加盖哦 对 因为鱼 你要完全熟才能吃 加了盖以后 第一分钟 它把这个洋葱跟鱼 打得热了 第二分钟 洋葱跟鱼熟了 当然没有叫全熟 因为鱼我们要更熟 第三分钟把它煮到稍微干熟干熟 就焦香一点了 甚至有点没辣香味了 第四分钟大概差不多了 五分钟是我们打保险而已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做实验 那个鱼肉不能太厚 太厚你可能要六分钟 七分钟都不一定 当然如果你要解冻再过来 时间就可以减短 你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这个很重要 开的时候 它里面的蒸汽 因为饱在里面很热 要很小心 用一个瓢根 把上面的管弄开了 让蒸汽散掉以后 再把它翻过来 不要烫到 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加盖 会产生什么样状况 没有加盖的话 鱼表面可能热的不均匀 温度可能不够 它受不了 不加盖一般是给 所谓的做一点简单的坚果 加热的 加热或者复热 还勉勉强强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复热彻底的话 我真的建议上面加个盘子 或加个碗都可以 这样里面的温度是保证达到 所以当然今天加盖 在取出的时候 一定要戴隔热套 你手上一定要 有这样的保护措施好不好 因为它其实温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要很小心 最主要是说 让它里面的气体要跑掉 不要只要喷到你手的 好 所以谢谢老师 那再来就是 其实我觉得 大家就是在过完年之后 我们刚提的都是 饮食上面的调整 有没有 可是实际上来讲 就是因为最完整的方法 一定是要再加 适当的运动 可是现在就过完年之后 大家又开始上班 老实说你也没有足够时间 去哪里运动 你也不一定有时间 上健身房 有没有在家里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因为其实我知道 现在最近 我已经听过 大概第四第五个人 应该在短时间 两到三个月 跟我讲原地超慢跑 老师可以稍微简单介绍 这个原地超慢跑 为什么在家里 执行上面很容易 我觉得是这样 你买一个垫子 就安全一点 然后如果你穿着球鞋 保护你的脚踝 对不对 你就是原地快踏步 或者跳起来会比较 因为你身上 超慢跑就是身上会震动 包括你的膝盖也有震动 你的内脏也会震动到 那你的时间很重要 你不是说原地超慢 三分钟就好了 不对 大概做个二三十分钟 比较好一点 有持续动 就可以消耗到 你身上的能量 但是你身上也在震动 你的骨头也会长得好 我们先会讲 就是说你吃了盖子以后 如果你骨头没有做 冲击式 有点压力 你骨头也不见得 会长得很好 就是你盖子 还是基本上 会持续流失 它并没有正确 变得更强壮 所以换而言之 就是很多人都说什么 我要摄取盖子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 产生撞击或者运动 就是骨头没有产生 一个刺激的运动的话 其实像你那盖子 也是会流失的 没有错 对 然后另外一个 也建议大家要多晒太阳 因为在晒太阳的过程之中 那盖子才会正确的 转化出来 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 健康饮食 或者是要让自己 更健康的状况 除了饮食之外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运动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对 要活就要动 所以叫活动 对 因为之前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原地超慢跑 也许在子行上面 可能是60岁以前的人都可以 可是如果真的 碰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话 你会建议他在家里 还是要做哪些 简单的几个动作 OK 还有一种叫甩手工 感觉上这个就是年纪 比较大应该比较没有问题 对对对 身体上上下下 蹲下去再站起来一点点 对不对 手就前后这样甩 这最简单的 那就都没问题了 甩手工也很好 但是还是时间很重要 你不能只甩三分钟 好歹甩个20分钟左右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感觉上 因为就像 我自己有长期在做跑马拉松 你有发觉在做跑步训练上面 老师说运动 要维持所谓的效能 或者是对身体有帮助 其实一定要维持在 18到21分钟 没有错 它是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做任何运动 你没有超过18分钟 你没有超过15分钟 其实你等于没做 可以这么讲 因为其实你的心肺 或者是你的血液 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 所谓的顺畅度 或者它没有办法强化 因为我们的心脏血液 要能够动 如果在运动之后 应该要6到10分钟 它才会产生差异性 换言之 要达到比较有效的运动 建议大家 一定要运动 18到21分钟以上 好 这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建议 接下来就是 因为邀请到张志刚老师呢 老师 其实你有一套方法是说 只要搞懂的 这四个料理逻辑 基本上应该是 做料理都不会是小白啦 应该都会变得蛮聪明的 老师的这四个方法 其实在他出过的两本书 叫做厨房里的 美味科学 跟主厨也想知道的 美味命迹里面都有提到 但他每次上节目 一定跟我们大家 会再分享这四大重点 那这四大重点就是 杀青 快速熟成美纳反应跟焦糖化 我们请老师今天 一样再稍微简单 刚刚我们叙述一下 这四个东西 它反应在料理或执行方法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OK 我先讲杀青 杀青就是 把新鲜食材里面的 自有酵素来破坏掉 就叫杀青 比如说叶菜里去汆烫一下 就会比较翠绿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举个例子 就是讲荤的好了 螃蟹 对不对 螃蟹如果说你慢慢加热的话 它的酵素 活化以后会把这个肉质 变得软烂不好吃 所以我们大的螃蟹 一般都把它切成好几块以后 沾了粉 回炒以后 用高温的油去炸一下 或者用高温的蒸气去蒸 那个肉才会好吃 这就杀青 那其实我们在讲快速熟成 快速熟成的话就是说 你的食材中心点 到五六十度C左右的时候 它因为活化 把肉质变软 像我们的牛排就是这样子 牛排上下煎一下以后了 中间不要煎熟透 中间大概就五六十度C 没有超过六十五度C 因为超过六十五度C 酵素食要活性了嘛 就杀青的对吧 这时候牛排在保温状态 摆十分钟 酵素会把牛排肉变软 那我要特别提醒一下 喝的热茶 也会这样 就不要喝太热的茶 太热的汤都会这样 所以西方人得烟头 还都是比较少 原因是因为 他们喝的汤是放在盘子里 很快就散热 而且用瓢根喝 我们中国人 东方人 大部分是用大碗工 或者是直接就灌进去了 就是伤 所以大家在喝茶 喝汤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那老师那个美娜反应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反应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食物里面 为什么都没有以前的古早味 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 我们喝豆浆的时候 你们有发觉 现在豆浆好像都没有以前古早味 这是因为科技 以前有一个焦香味 还是叫做炭火味 是不是 对对对 要这样解释吗 可以这么讲 以前的炉子的时候 下面是明火 明火温度很高 就是用瓦斯煮的意思 或者炭火都可以 炭火 那锅子底下有一块 有可能非常热 底下就会结了一层皮 那层皮久了 就有一点焦香味道 那个味道就很好吃 那现在是因为用蒸气 间接加热的时候 那个温度没有那么高 可能只有110度 或120左右的时候 豆浆可以煮滚 没有问题 可是它达不到 那个梅娜的焦香味出来 因为梅娜的话 基本上温度要120度 120度C以上有一段时间 它才会产生焦黄焦黄的东西 对然后食物 现在波子底下不会了 所以老师我们先介绍一下 梅娜的逻辑是 120度C以上 当食物中的蛋白质 或淀粉 两个产生一个反应出来 对产生反应之后产生的香气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这叫做梅娜反应 那焦糖化呢 焦糖化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纯粹的糖 弄到很高温 165度C左右了 它变得颜色很深了 那个焦香味 比如说我们焦糖布丁有没有 或者说是咖啡里面放点焦糖 那家里怎么做呢 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把锅子洗干净 锅子不是干的吗 把二砂倒上去就好了 二砂倒上去开小火 那个糖不是慢慢融化了吗 慢慢融化的时候 你可以开点中火 让这个糖全部融化 融化的时候稍微再等一下 这个糖的颜色变深了 香味出来 这时候就是焦糖了 然后你把这个焦糖 倒在烘焙纸上 等它干了以后 这焦糖就是焦糖片 焦糖片可以烧菜的时候 产生古早味 也可以放在咖啡里面 也可以放在布丁上面 都可以很方便 谢谢老师 一样把他最厉害的 四大的料理逻辑功法 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张志刚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过完年之后 在饮食上面 如何能够快速恢复到一个 更健康的状态 也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 就在家里可以怎么样的运动 让我们身心更健康 最重要是 我觉得老年人在家里 也可以动一动 今天很谢谢老师 那下次有机会呢 我们一样到夏季的时候 再邀请来跟我们分享 在夏天如何健康的科学饮食法 好的 谢谢老师